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想报它名字 它不是特别好吃 太子佛多斤在出的说 四川南通 下回车第一队 找个当地有名的炒菜馆子 撒着148 干边肥肠35 卤熟的肥肠 高度一炸 外皮酥脆 比较好焦烂 再有小小的麻辣的味道 说实话 麻辣味道没怎么起来 基本上还是靠肥肠直接卤的味道 挺好吃 冬菜肉丝25 肉丝 我肉丝讲得不错 滑嫩 一口就够 它这里边配料是小酥段 或者说小葱丁 小葱炒得还没塌 尽嘴 口感嘎吱嘎吱的 可以和肉丝这个味道 里边说中菜 其实很少 基本上咸鲜的口 突出这驴润 小葱的味道和肉丝的味道 还不错 真不错 肉丝滑嫩 你吃着就很顺口 味道还挺佳饭 别看不太辣味 很佳饭 火把腰花 35 有点辣味 咱尝一口腰花 好了 好了 它这菜打了切 所以吃着还会觉得滑 嫩还是滑 但是它里边 哎 这泰泰 青蒜 青汁 辣椒段 我的天 好了 味道很重 甚至可以说这菜说的有点偏咸 这菜有点太咸了 这里 咸了 套椒兔花 三参 刚才问人家兔花是什么 就是兔子肉打个花刀 在这 放心吃 他们说吃兔子肉不了肉 反正肉是紧实有弹性 它的味道和腰花有点像 好了 好了 泡一双米椒 好了 虽然辣它这个 兔花也不错 但它确实这个 味道和腰花很像 是不是这种也是 和那个料汁就少一起 不是 川菜师傅没有那样炒菜的 我们学金牌川菜 有时候会调碗汁 这边川菜没有调碗汁的 它们也没有一条汁 加工技术 加工汤还没有 好坏之分 看你自己的水 说总结啊 就是148 就人家三成肉的钱 我觉得菜还行 说出过去 唯一一点就是 人家炒菜可行 肉丝啊 醋花啊 还有那个腰花什么 口感都非常好 它使得原材料还说得过去 就是这些东西 上肩挂户什么的 但炒菜真的很鲜 但是在这些东西 没有温度 所以去可以 那些东西